好 各位同学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课程 这门课程叫工程材料 由我来给大家讲授这门课程 那我们这个课程除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内容以外 我们还有实验 相关的信息我们都在我们的网络学堂里面进行了通知 那么大家的话到网络学堂看看相关的通知 了解相关的信息 那我来自于材料学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材料 那说起什么是材料 感觉上好像很容易回答 但实际上可能有些同学还不见得一下子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答案 那实际上我们看看我们的讲台 我们这个讲台 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由一个铁壳做的 那么在铁壳上面还喷了一层漆 那么铁壳用的是铁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钢铁材料来做这个课题 那外面喷的这些漆它是其保护作用的 那么是一种数字漆也是一种数字材料 也是我们的高分子材料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周围 我们看看我们教室很亮堂有这个窗户 那么窗户用的是玻璃 那玻璃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的材料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材料的话 它和我们是密切相关的 也就是说材料是我们人类用来制造各种产品的这样一种物资 同时的话它是我们人类生活或生产的物资基础 既然说到物资 那么我们同学都知道物资 那我们知道它有三态 那么它是由原子分子等组成的 那这样一谈到原子分子构成这样一个物资 那我们回想我们高中学的这些知识 我们大学物理学的这些知识 那我们就会感到不是那么陌生 所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对材料很快 会有一种这样一个比较容易来认识它 来接受它这样一种感受 那我们再看看材料和我们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关系 实际上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 都是伴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来进行发展的 那么材料的进步就会导致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 导致我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 所以历史学家往往根据我们人类在某一个时期 所使用的材料来确定这样一个时期是属于哪一个时期 或者说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叫做断代 那我们知道最早我们是石器时代 然后呢我们有青铜器铁器 那么到了现代我们有人工合成材料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实际上材料在我们周围 道路都是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来到北京我们都会去看看奥运场馆 那我们知道这个场馆的话呢 这个主场馆叫做鸟巢 那为什么叫鸟巢 我们都知道鸟在做巢的时候 它是显示树枝是吧 来搭建这样一个巢 那换句话说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主的树枝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鸟巢 从这个鸟巢上大家就可以看出 这个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钢线条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实际上是用钢结构来做的 那这样一种钢结构实际上对我们国家来讲 我们自己的话呢 是通过我们这个开发的一种新材料 来做这样一个结构 来保证它使用的安全性 和保证它在我们设计的使用周期内 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水利方 这样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建筑物 那么大家可能都去看过 那么水利方 它外面这样一种外模 那就是用一种高分子材料做的 那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颜色 是吧 在晚上五颜六色非常漂亮 那么这里面用的是叫做发光二极管LED这样一种灯 通过它进行组合 打出通过计算机控制 打出各种图案 打出各种颜色 非常漂亮 那我们来北京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都是坐火车 或者坐飞机 或者坐汽车 来到这个我们的首都 那么大家看看 这是一条高铁的这样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知道高铁对我们国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工程 是吧 那么高铁建好以后 我们从遥远的走过各地 是吧 来到北京 就会非常快 时间 用的时间会非常短 所以这样的话使我们整个空间变小 那么高铁里面 我们这个列车和列轨和我们这个电缆 都使用了很多很多的新材料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 是这个波音777的这样一个大科技 那么这样一个大科技上面 当然同样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材料 那使得它能够发挥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里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设备 是它的这个发动机 是它的发动机 那么发动机可以说是飞机的核心 那么这个里面 是要使用一些能够承受高温的这样一种材料 使我们的材料的话 能够在高温下 能够抵抗我们这个燃烧气体的这样一个作用 能够推动我们这样一个波轮盘形转动 那么最后的话 把气流喷出去 能够跟我们的飞机提供动力 让它能够跨过海洋 是吧 能够带我们去遥远的地方 那么再看我们古代也有很多有名的材料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月王勾茧剑 那么这个剑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大家都可能知道 是吧 因为这把剑非常有名 这个出土以后 仍然是寒光闪闪 风力无比 那么这样一把剑能够保持几千年 埋在地底下保持几千年 而不破坏 那么是有非常多的神奇的地方 那么当然我们见到更多的是我们的日用中间 周围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结构和一些器件 他们所使用的材料 那么这个图片里面有桥梁 有船货 有车辆 有容器等等这一些 那都是用我们的很多的金属材料 包括很多的其他的一些 像高分子 像这样一些材料 组合起来做成的这样一些产品 做成的这样一些器件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出材料 和我们的生活和工业生产密切相关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 能源 材料 信息 是我们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三大支柱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工程材料 就是指我们在工业生产和我们工程应用中 所使用的这样一些材料 所以的话 对我们学基建的人来讲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材料 也正是这个原因 我们需要学习这样一个课程 是吧 我们要掌握材料的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理论 来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最终是掌握材料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在我们设计零部件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选材 要学会用什么样的材料 来做什么样的产品 来充分发挥它的功用 那么包括来节省我们的资源 和节省能源等等 所以对我们工科院系基内或者大基内专业的同学来讲 那么工程材料是我们的必修课 是我们的关键的技术基础课程 那么工程材料的话 它和我们的工程应用有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除了要掌握理论以外 我们还要了解相关的一些实践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这个个程安排有实验 后面我们在做实验之前 我们会给大家讲 并且在网上会发通知 所以大家可以到网上 在做实验之前可以到网上提前进行预期 这样的话保证我们的实验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基础理论 也注意实践的知识 那么把我们的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综合起来 来进行运用 来进行分析 来联系实际 来解决我们工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教材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在网上的通知里面 广德课堂的通知里面已经给出了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我们的这个教材 我看同学们都买了 是吧 那我们使用的是工程材料 这个第五版 那么这个教材的话呢 是这个国家精品课的这个教材 我们这门课程也是国家精品课 那么这个教材也是425 这个国家这个规划的这个教材 也获得过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那么除了这个教材以外 我们还有教材配套的 有一个这个习题与辅导 就是这一本 那么希望大家也要购买这样一个 学习辅导的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我们的实验 这个指导书和我们的练习习题 都在这个上面 而且这个上面还把各章节的一些内容 进行的总结和归纳 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有用的 希望大家能够的这个好好利用这一本的 这个辅导这个材料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教学的参考书 那么这里我列了几本 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扩外的一些阅读材料 那么这里我列了两本重要的这样一个期刊在这里 一个是叫做机械工程材料 一个是材料 这个热处理学报 那么这都是我们工程里面常用的 这样一些研究成果 常见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这些期刊上发表 那么大家有兴趣进行的一下阅读 了解相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还有一个网络课程 那么这个网络课程的地址 在这个地方已经给出了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网络课堂的通知里面 也有 那这个课程里面 有我们这个课 它的相关的一些章节 相关的一些知识 还有网上的练习 给大家 我们到时候会布置给大家 那么大家要到网上去做这些练习 以提高对我们课堂学习内容的 这样一个掌握 同时的话 这个能够使大家的话 在这个网络学堂里面 搜索到更多的相关联的一些知识 编于我们的学习 那我们这个课程是48学分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课堂讲课的时间是36学时 我们另外有六个学识的讨论课 我们还有六个学识的实验课 那么这个课程的话 它的最后一个成绩 是包括两个部分 或者这里就给大家明确的讲一下 那么一个是我们的考试占70%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平时成绩占3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中 能够学得愉快 能够真正的理会里面的精髓 最后能够掌握好相关知识 并且在期末的时候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好 那我们下面开始我们课程内容的讲述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话 有一个多美里课件 就是我们现在给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多美里课件的话 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所以的话 我们不能随便考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是有版权的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相关的一些章节的内容 我们有训论 有后面的相关的各个章节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第二章节 第三章节 第九章节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重点内容 我们在课堂中会反复的强调相关的重要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 我们先看一下训论 先看一下训论 那我们在训论里面 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 我们中华民族在材料的发展和材料的使用中 有哪些接触的地方 有哪些辉煌的成就 那同时的话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材料 它既然是一种物质 是吧 物质它怎么由原子组合起来的 那么它组合的结合件是什么 这些结合件和它后面的使用性能有什么观点 这一部分内容也要给大家讲授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中华民族 对材料发展的重要的这样一个贡献 那么我们刚才讲 我们的历史学家 是把我们在某一个时期使用的材料 来作为我们的历史的这样一个断代 那么在最远古的时候 当然我们最方便的材料 就是野外的石头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石器时代 那么当然我们中华民族也同样 使用很多从出头的文物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使用的石器 像石斧 像一些石绸 一些石刀 石枣子等等这一些 那么这是我们远古所使用的 那真正对于我们来讲 更加辉煌的是在我们后面几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陶器和瓷器的发明于使用 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在新世纪时代 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会烧制这个陶器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图 大家看到 这是甘肃马家耀文化时期的出土的这样一个陶器 那么看看这个陶器 它做的一个容器 那么表面的话呢 还有一些个彩绘 说明当时我们已经会烧制陶器 而且还会做出头案 漂亮的头案 用它来做各种各样的器皿 那么中华民族的话 是最早会使用瓷器 会烧制瓷器 会使用瓷器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呢 在东汉时期就发明了制瓷的这样一个技术 那么是实际上 这个做瓷器做得最早最好的国家 那么后来在九世纪的时候 我们做的瓷器开始 这个传入阿拉伯国家 那么到十三世纪的时候呢 传到日本 十五世纪的时候传到欧洲 所以实际上大家可能知道 中国的另外有一个名词 我们签了另外这个意思是瓷器 所以这是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中华民族 在瓷器的发明和瓷器的使用中 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巨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青铜器 那我们看看 在青铜器时代 我们在两公元前 两千多年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 就会的野铜 就会做青铜器 那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兵器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祭祀用的这样一个器物 那么这里所看 所给大家给出这样一个图片 是在河南安阳出土的 这样一个叫四目物体 那么当时它的重量就达到了832公斤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器物 那么我们还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乐器 用青铜来做出各样的乐器 那么这是湖北随县出土的这样一个编钟 那么这个编钟出土以后 经过修复以后仍然能敲出美妙的音乐 那说明当时我们的话 在野铜在自备的工艺上的精妙和技术的高超 那么除了实际上做出来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文字记载 像这里我们给出的周礼考工记 这样里面就对我们的青铜的 它的一个器物制造的成分 也就是说各种元素的配比 这个有记载 那我们好比说我们这里 我们刚刚讲做顶 是吧 那我们看看 那就是用一个 这样一个什么样的成分来做 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第一条 六分其精 而七居一 位置终点之际 也就是说用六分的这样一个铜 用一分的锡来组成这样一个合金 就可以用来做顶 那么下面还有很多很多 希望同学们自己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现代的文字 白话文以后 传到我们的网络课堂上 大家进去分享 大家来看看谁译得更好 那么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会做铁器 那么我们呢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就开始了大量的 这个 液铁和做铁器 那么开始是吧 是做农具 然后呢 做一些兵器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文字记载的 这样一个五代的 炼铁的这样一个图 从大家可以看出 那么当时他就会使 会知道呢 在这个里面加入一些个 这样一些一个 燃料来进行冶炼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话 在西汉时代 我们就知道用煤来做链铁的 这样一个燃料 这个比欧洲可是早了 1700多年 那我们不仅呢 这个 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而且有很多的 这样一个 液铁的这样一个炉子 这个出土 这个考古发掘出来 那么这体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在河南拱县 就发现了 汉代很大的 这样一个液铁的遗址 它的这个液铁炉呢 有20多座 非常的壮观 那我们这里看到 这个是当时 做出来的一些 同等器物 那么向右下角 这是唐开元12年 做的黄河 正合的一个大铁牛 一个很大的一个铁牛 是吧 那做起来 那当然需要有很多的铁 说明当时 这个液铁技术 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呢 在很早的时候 就知道炼钢 那我们炼钢呢 实际上我们呢 中华民族 有三种呢 在很早的时候 就掌握了 有三种这个炼钢的技术 一种呢 就是从矿石里面 自然炼出自然钢 那这是一种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西汉时期的 所谓的百炼 也就是说 通过多次的 冶炼和断塔 做出的百炼钢 那么到了南百朝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灌钢 那么也就是说 先炼铁 后炼钢 这种两部 这样一个炼钢法 这些实际上 比欧洲要早了 1600多年 所以说 过去是非常之辉凡的 那不仅如此 我们呢 还会 这个 在这个 把这些工艺 把它总结出来 把它提炼成文字 是吧 把它变成一种 这个可以传承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看看 在史记里面 我们很早 我们就知道 钢 怎么样通过一些工艺方法 来改善它的性能 那么这里就有 关于脆火 脆火这个词 实际上也有叫战火的 那么呢 现在可能工业界 用的更多是战火 所以我们后面 战火和脆火 我们可能都用 这是一个 大家共识的 这样一种 这个读的 发音的方法 那么大家看看 当时又记载了 脆火的要点 脆火的是水与火 和为脆 也就是说 把它要在火里面加热 是吧 然后呢 突然的放到水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就叫脆火 所以看见 这个很早的时候 就有这个记载 那么我们看看 汉书里面也有 是吧 这个 有一个 做这个剑的 这样的记 这个文字记载 叫乔也 驻干将之谱 清水吹其风 也就是说 我们做剑的时候 最后一个关键点 是要清水 去吹它那个风 这样它就会变得 很尖锐 变得很锋利 所以说明 当时就掌握了 相关的 一些一个 工艺的要点 那么实际上 在天宫开悟里面 我们就有记载了 钢铁的退火 战火 和圣炭的相关 那些工艺 那么这些工艺 我们后面 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 包括退火 我们后面 也都会给大家讲到 那么只是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古人 就已经总结出了 很多 这样一个 相关的工艺 并有文字记载 那么另一个 是丝绸 丝绸 那丝绸的话 是一种天然的高分子材料 那中华民族的话 很早就会制造丝绸 而且的话 做的丝绸的话 颜色非常好 质地非常柔软 而且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十一世纪 那么通过丝绸之路 传到波斯 传到阿拉伯 传到埃及 那么到十五世纪的时候 传到了意大利 从意大利的 然后再进入欧洲 所以的话 中华民族在丝绸 这样一个制品上 在世界上 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的祖先 在材料的创造 发明和使用上 有着辉煌的成就 维稳人类的文明 世界的进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当然 我们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或者说网上搜一搜 在我们所了解里面 还有哪些更为重要的 一些个材料 是我们中华民族 所发明 所创造 或者说 所最先推入应用的 希望大家想一想 然后举些例子 那我们再看看今天 我们看看一些新材料 新工艺上的一些巨大成果 那么新材料 新工艺的发展的话 非常之幸福 那么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吧 它是人类 包括运和能源 信息 一起是人类的 现代技术和现代科技的 三大支柱 那这里面一个 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新材料 新工艺的不断的出现 和不断的 来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那我们先看看 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发展 非常之清楚 高分子材料 从20世纪60年到70年代 它以每年的14%的 这样一个增长 所做非常之快速的进行增长 到了70年代中期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出 高分子材料 它的体积产量 和我们的钢铁材料 体积产量 已经相当了 那今天我们大量的 使用高分子材料 是吧 我们同学今天 再来上学的时候 是吧 也就不需要像我们当年一样 带上铁桶 带上糖纸盆 是吧 大家现在都在这里买 是吧 有塑料盆 塑料桶 这个非常的方便 这个做得也很精美 也很漂亮 是吧 那么高分子材料 我们这里有些土地 可以做像一些安全带 是吧 像这个瓷儿等等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陶瓷材料 陶瓷材料 我们可能感觉到 这个比较熟悉的 可能是我们日用的一些陶瓷 是吧 我们这个洗脸的 这个台架上面 这个盆 是吧 这些都是陶瓷材料 那么实际上工业中也有很多的陶瓷材料 那么这里我们给出了 是吧 有耐磨的陶瓷 节元陶瓷等等 那么陶瓷材料的话 也是我们这个人类使用的材料中 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类材料 那么还有一个是符合材料 符合材料 那它是将两种不同的材料符合起来 得到一种性能 既不同于原来任何一种材料的这样一种新材料 那么由于它能带来更多的 更新的一些个 更好的一些性能 或者能够做出一些更有特色的一些产品 所以它受到高度的重视 那么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的所谓的玻璃缸 玻璃缸 那么是用玻璃纤维来增强素质的这样一个附和材料 那么这个的话 可能大家实际上到公园去玩的时候 实际上是应该用过的 像我们现在到公园去玩 用的这个船 那都是玻璃缸做的 不像以前是用木头做的 或者用铁做的 那么因为它很轻 成本也很低 那么还有像我们这里给了一个图 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赛车的外壳 那么它是玻璃缸做的 从这样一个 用玻璃缸做的 这样一个外壳的话 它很轻 可以降低汽车的质重 那么像我们工业界大量使用的一些储槽 好比说一些储业罐 那么这些储业罐很多的话 它要求耐腐蚀 耐酸 或者耐碱 或者耐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高分子材料的话 正好具有这种性能 但是完全用我们素质来做的话 它的强度不够 所以我们用一些玻璃纤维增强 来做成这样的符合材料来进行用 那当然使用的领域还会越来越宽 我们在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在网上看一看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先进的符合材料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类材料 是功能材料 功能材料种类也很多 好比说超导材料 磁性材料 信息材料 还有形状记忆材料 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的材料 那我们看看这个图上 左侧这样一个是一个光纤 那么光纤的里面 最关键的里面是一个光纤玻璃纤维 那么这样一个玻璃的话 它的纯度很高 所以使得我们的光 光波在里面传播的时候 它的衰减很小 这样可以使它传到很远的距离 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是吧 我们这个现代的信息传播的流量 非常之大 那么需要这样一些一个能够 一根光纤能够传递多漏信号的 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这个的话非常重要 那么光纤 玻璃光纤纤维这样一个概念 和用在通讯里面 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 提出来的他叫高坤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材料的 这样一个发明和投入使用 对我们人类 做出了巨大的这样一个贡献 对我们的人类的生活 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高坤的话 他因此而获得了 这样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我们看右侧 是磁悬浮列车 那么这个列车的话 它通过磁场的作用 把它悬浮起来 然后再去开 这样的话 它的手都可以很高 那么这个里面 一个关键的材料 就是超导材料 那么我们大家 如果有机会去上海 那么从上海的浦东机场 到市区 就有一条这样一个 磁悬浮列车 大家可以去坐一坐 去感受一下 那么我们国家 在材料的新工艺上 也有很多的 一些一个成就 我们的列举一些 和我们清华大学 有相关联的 这样一些一个成就 那么看看 我们清华大学 研制的一种 新型的结构钢 叫贝斯底钢 这个钢的话 性能非常之好 那么还有我们说 这个超导材料 这个新型的超导材料 那么还有一些 美合金 它的这样一些 这个材料和工艺 这样一些开发 像左侧 做的这些合金的液能 右侧 我们的手机的外壳 笔记本的外壳 等等这一些 它分成轻 那么还有快速成型制造 那我们可以的 做出各种各种原型来 这样的话 加快我们工业产品的推进速度 那么特别是最近 我们还可以用激光 在堆积这个材料的时候 不用我们这些 原来所谓的素质这样的材料 而直接用我们的金属材料 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材料来做 那么现在非常之有名的 叫做这个一个 这个真材制造 这样一个领域 这个最近的话 是非常热门 那么还有激光 把激光的话 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材料的表面处理 这样提高我们表面性能 好比说我们把激光用到 激光用到汽车的发动机 这样处理上 突然出的处理上 能够提高它的使用寿命 改善它的性能 那么包括化学气象成绩 通过化学气象成绩 好比说我们成绩在我们这个 这个刀具上 成绩成这个氮化碳 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使用寿命 这样的话 保证我们的气血质量会更好 所以这些的话 非常 这个 发展得非常快 那么另外 在汽车领域 汽车的话 在我们国家 现在是世界上的汽车生产大国 那么汽车 它里面使用各种各样的新材料 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新工艺 好比说现在我们正在 正在推进的 就是我们用鎂合金来做汽车的能骨 这样的话 因为鎂这样一个材料 我们后面会讲 它的这个比重很小 所以这样它自重很小 那么它的自重小 大家想想 那么它就可以什么呢 可以降低我们汽车的自重 降低汽车自重的话 就可以节约能源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 也有很多发展的潜力 好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领域 航空航天领域 那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也是航空航天的大国 我们在航天领域里面有很多飞凤的成就 好比说我们很早在这个六四年代 我们就会就能够发射这个人造卫星 那我们的话现在我们有新的神咒系列的载人航天这样一个工程 那么我们还有奔越的这样一个工程 那么这个图片是我们的嫦娥号 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月球表面的这样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最近我们进行了太空的这样一个行走 那太空行走走出舱 那不是开玩笑是吧 那得要有专用的这个服装 那么中国现在自己能够开发出航天员用的这个航天服务 那么我们呢 最近也都知道我们的天空一号是吧 太空这个实验站 那么呢 已经投入使用 那我们看看 这个太空站 包括太空站和我们神之后的对接 这些都需要有很多先进的材料来作为支撑 那么当然在军事工业上 像飞机是吧 那我们自己有自己开发出的先进的 牵丝系列的这个战斗机 那么这是完全是我们自主开发的 用的我们很多的自主的一些材料来作为它的支撑 那么还有我们的海军是吧 有我们的这个导弹的这样一个核潜艇 和空气的一些核潜艇 这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那么这些先进的一些材料开发出来以后 来应用于我们的国防工业 保证了我们国防工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现在的话呢 材料进入更新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呢 现在是进入了纳米材料的这样一个时期 什么是纳米呢 纳米也就是说是我们的10的负9之方米 那么大家想想一根1米10多大是吧 10多负9之方米 那是非常之小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域来合成材料 合成我们的纳米材料 来操控我们的纳米材料 将会对于我们的这个材料的发展 甚至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会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是刚刚兴起的 我们和国外是处于同步往前推进的这样一个时代 而且我们的话呢 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我刚从美国回来 从参加会议我们就发现 这个美国人做了统计 在材料领域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表的文章 和其他相关的一些专利 在世界上这个排名已经很靠前 像文章我们是在排在 仅排在美国之后 排在世界第二 所以我们的话 这个所做的贡献 正在日益的显示出来 那么纳米技术的发展 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一个新的契机 是我们掌握好的话 是使我们成为世界强国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材料科学和材料工程 它发展非常之快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需要掌握相关的一些基础的 一些理论和一些基本的知识 那我们要了解相关的这样一个工艺 那么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工程设计中 我们在我们的零部件的设计中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选择 符合我们使用要求的这样一些材料 来发挥它的功效 来节约成本 来保证高等这样一个经济的这样一个效益 和社会的这样一个效益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课程 那我们这个课程是我们高等院校 它积累专业的必修课 同时的话我们的任务和目标 就是要了解工程材料基本理论 认识材料的成分 加工工艺组织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联 那么最终我们要掌握 常用工程材料的性能和应用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能够进行零部件设计的选材 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简单的快速的介绍一下 我们材料的这个结合件 那我们讲我们材料是一种物质 物质的话那是由原子组成的 这些原子组在一起的时候 它一些什么样的建和形式结合起来的 那实际上它的结合件 是决定它的最终的性能的又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要了解原子离子或者分子之间 它是怎么样结合起来的 那么结合件实际上代表它的结合力的一个大象 那么我们常见的材料 那么它的这个原子之间的结合件 主要以下这么四种 一个是离子件 一个是共架件 一个是金属件 一个是分子件 那么先看一下离子件 所谓离子件 就是由正离子和负离子 它们之间靠离子之间的结合力 组合起来的 那么组合起来以后 让它们为了保持能量最小 那么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排列 然后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则的排列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宏观上就是某一种特殊的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这类材料常常是我们的陶瓷材料 那典型的离子 好比说有我们的氧化煤 三氧化二氯 包括诺发浪等等这些 那它都是靠离子和离子之间的 这样一个引力 这样一个结合件 所谓的离子件来结合起来的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结合力大 这样使得我们的离子精力 它的强度很大 硬度很高 那可能有同学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是强度和硬度的概念 我们后面会讲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性能 那么离子晶体的话 它由于没有自由电子 所以它多受它都是绝缘体 那么离子晶体里面 它的外层电子被束缚住 所以光线进去以后 没有光纸和它的没有相互作用 所以使得它不受激发 那么这样的话 它可以的是透明的 很多典型的离子精力都是透明的 那么再看另外一个是共加件 共加件的话 是很常见的一种这样一个结合件 那么在我们的高分子材料里面 我们的分子链里面 常常是以共用加电子这样的方式 结合起来 是这样一种结合方式 那么以共用加电子对产生的结合 这样一种结合件 叫共加件 那么我们见到的晶体里面 好比说我们的金刚石 金刚石的话 是我们自然界印度最高的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它就是原子和原子之间 就是共加件结合起来的 形成了所谓共加晶体 那么它的结合件的特点也是 结合力很大 所以共加件这个晶体的话 它的强度很高 硬度很高 熔点也高 费点也高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样一个特征 性能特征 那么我们金属材料 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材料 那么它的这个结合件是金属件 它是靠金属离子周围的这样一个自由电子器 这样形成这样一个结合件 把它结合到一起 所以这种的话呢 由正离子和自由电子之间产生的强烈的静电吸引力 这样一种建合方式 我们把它叫做金属件 那么金属件是我们金属材料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建合方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金属的话呢 就会有性能呢 就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那我们看看 具有金属件的这个金属材料 它的一些性能特征 首先它有很多的自由电子 所以它是很好的导电体 同样呢 也是很好的导热的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它有正的温度系数 为什么呢 因为神称温度升高 是吧 那么它的原子的整动加大 所以使得这个电子的传输的过程中 它会遇到的阻力了更多 所以它的电阻会升高 那么它不能透明 光照射上面以后 它会反射出来 所以有金属的这个光泽 那么它还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塑性的变形能力 所以我们金属材料可以加工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 所以这些的话呢是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性能特征 那么还有一个是分子键 分子键的话呢 它是靠分子和分子之间 靠这个局域的这个极化 靠这样一个 产生这样一个相互的吸引力 来组合这个键 那么这样一种键呢 又叫做幻的滑键 这种键呢 它的结合力的话呢 是比较弱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甲烷的结构 它们就靠这种键结合起来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高分子这个材料 高分子材料的话呢 它是一个分子链和一个分子链之间的结合起来 那分子链和分子链之间的话呢 它这个键合的就是这个分子键 那么当然在高分子材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键 是氢键 氢键的话呢 是由于氢 我们知道氢的话 它的原子半径很矫 所以的话呢 它呢 可以同时和两个 与电子氢合力比较大 而且半径比较小的原子 来相结合 形成氢键 那么氢键呢 是一种比较强的 这样一种 有方向性比较好的 这样一种幻的滑键 它比普通的分子键的话 结合力要强一些 那么分子键的特征 它就是整个的 结合力是非常弱的 所以呢 由分子键结合成的固体材料 它的溶点比较低 硬度也比较低 而且呢 它没有自由电子 所以呢 它的决定性呢 是非常之好的 好 那我们呢 休息会